《红山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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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怎样的故事 《红山医院》 是一个跌宕起伏的故事 我们所有人 其实都坐在一个 火山口的边上 一旦吞发 会毁了这里所有的一切 是一个小人物 也可以成为大英雄的故事 你会怎样形容三十年代的上海 一个暗潮汹涌的繁华都市 飘摇的年代 你的信仰是什么 和平 爱 世界和平 你怎么理解平等和爱 平等和爱 只要路边的小孩 能跟城里的小孩 一样坐在教室里读书 这就叫平等 爱 让乞讨的小孩 都得到跟我们一样的爱 娜娜的糖果都化了 我尝尝 你觉得白朱莉和你本人 最大相同点和不同点是什么 最大相同点 我们都很爱孩子 不同点 其余剩下的都是不同点 人心与太阳 究竟哪一个更无法知识 我一直认为太阳无法知识 可是她告诉我 人心更是无法知识的 两个都无法知识 你觉得蔡里坤和你本人 最大相同点和不同点是什么 我们都是父亲 不同点 我不是医生 请描述你对一号玩家的 第一印象 这个印象后来有改变吗 第一印象就是个小混混 印象有改变 你相信一号玩家 是一个好人吗 开始不相信 如果一号玩家和你只能活一个 你会把活下去的机会给他吗 当然 我一定会 他是我心目中的大英雄 你对一号玩家的爱是怎样产生的 这是一个好问题 可能是从 他帮我帮助孩子的那一刻 他是个善良的人 在这场游戏里最难忘的事情是什么 是 选择往自己身体里注射病毒 你这是去送死 你会理解我为什么这么去做 因为你我都是有信仰的人 最难忘的事情 是失而复得 他离开我了 但是他又回来了 这场游戏对你来说是怎样的体验 我还没体验出来呢 如果一号玩家和你只能活一个 你会把活下去的机会给他吗 我会让对这个社会更加有益的一个人活下来 我希望我的同胞能够人人平等 我的祖国有一天能够繁荣长生 我也会为之努力 为之牺牲一切 你感谢 韩国词 如果人生可以 我便宜其语 你杀了 我宜其是 我们看